历代之下第十五章一到十九节 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 他出来迎接亚撒 对他说 亚撒和犹大便言民众人啊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比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 没有训悔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 已经好久了 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 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帝国的居民都早打乱 这国攻击那国 这城攻击那城 互相破坏 因为神用各样灾难 扰乱他们 现在你们要刚强 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 必得赏赐 亚撒听见这话 和儿的儿子先知 亚撒利亚的预言 就壮起胆来 在犹大便亚敏全地 并以法连山地所夺的各城 将可憎之物尽都除掉 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 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又招聚有大便亚敏的众人 并他们中间寄居的 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 西缅人 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 应见耶和华 他的神与他同在 亚撒十五年三月 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当日他们从所取的礼物中 将牛七百只 羊七千只献给耶和华 他们就立约 要尽心尽心地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凡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选择 无论大小 男女 必被致死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豪吹脚 向耶和华启示 由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启示 敬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为他们寻见 且赐给他们四尽平安 亚撒王贬了他祖母 马加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可增的偶像 亚舍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倒得粉碎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秋坛还没有从 以色列中废去 然而亚撒的心一生成诗 亚撒将他父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经营和亲民 都奉到神的殿里 从这时直到亚撒35年 都没有征战的事 阿们 历代至下 第十六章 一到十四节 亚撒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尤大 收逐拉玛 不许人从尤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 拿出金银来 送羽柱 盖玛瑟的亚兰王 辩哈达说 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 从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辩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成义 他们就攻破乙云 但亚伯、马因和拿佛塔利一切的积获成 巴沙听见就挺攻 不修筑拉玛了 于是亚撒王率领尤大众人 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 木头都运去 用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 那时先见哈纳尼来见尤大王亚撒 对他说 因你仰赖亚兰王 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 古诗人 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盛大吗 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仰赖耶和华 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便查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你这事情的愚昧 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 亚萨因此恼恨先见 将他囚在肩底 那时亚萨也虐待一些人民 亚萨所行的事 自始至终都写在 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萨做王三十九年 他脚上有病 而且慎重 病的时候 没有求耶和华 只求医生 他做王四十一年而死 与他列祖统睡 葬在大卫城自己所造的坟墓里 放在床上 其床堆满各样新香的香料 就是按做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 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 阿们 在床堆满各样新香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